它去甘草之後 它的麵感覺有去吸它的醬汁 所以吃起來是連你單吃麵 都有味道 還有口感 鯊魚的口感 Q的口感減少啦 會有那種魚的肉的那種 花嫩的口感 比較柔軟一點 比較柔軟 對 比較柔軟一點 是 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兩個點 我自己很喜歡甘草的 甘草鯊魚 いただきます 好好吃喔 魚的肉有帶Q 但也有嫩的 而且我喜歡它的胡椒 調味 對 底身調味的甜 我必須得說 就是甘草鯊 我們應該也介紹不下四五間了 差不多 但是它絕對也算是屬於 它有那種獨特的味道 有脆 有嫩 有Q 然後新鮮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腥味 對 它味道偏重 但是我覺得很讚 而且它也不甜 還難得有這種 不是走甜的 不是走甜 甜度 對 好喜歡它的邊邊 而且它邊邊很Q彈 中間還是咬得到肉感 這個很強 對 炒的我覺得非常厲害 來 炒的 甘草的 甘草鯊魚 いただきます 我更喜歡它 加了麵嗎 加了麵之後 它的胡椒的味道 聞胡椒 沒那麼強烈 然後那個味道都在麵上面 所以這個的時候就覺得 好想可以放 你現在有這個麵就完美 我覺得它很厲害 它的那個醬汁 有那種甜醋醬 那種酸酸甜甜 比較接近你原本印象中的山 但是因為它那個鯊魚的翻炒 就加上了融合那個鍋氣 對 所以味道分得非常地香 我自己比較喜歡 這樣的山衣麵 甘草式 我覺得它用的一面 就是有一點 比如說像鍋燒一面那種 之前吃到的大部分都是扁扁的 它是甘草之後 它的麵感覺有去吸它的醬汁 所以吃起來是連你單吃麵都有味道 很有口感 它的鯊魚在裡面變得更柔軟一點 可是很好吃 它的搭配非常好吃 湯的 我現在開始流汗了 那個胡椒辣到我 應該是小領巾的關係 應該是有領巾的 絲碼造型啊 真好 沒想到 蒜湯嗎 勾芡 勾芡之後那個鯊魚的口感 Q的口感減少了 會有那種魚肉的那種花嫩的口感 很多了一點 比較柔軟 對 比較柔軟一點 是 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兩個點 我很喜歡口甜 妳喜歡口甜喔 因為我覺得它的酸甜感 變得很明顯 就會變成 你每咬一口它都一直在解釘 然後魚肉的味道 它就變得很溫和 然後變得QQ 有點像 甚至有點像那種魚皮的膠質 跟那種感覺 對 這個就很台南味了 很台南 對 這個好好吃喔 好好吃 來 而且它還有米粉 米粉不知道是怎麼樣 我們之前都沒有吃過米粉 對 比較少啦 比較少 那米粉一樣也是用那種勾芡的方式 在做處理 感覺應該是做一點口感上的變化 來 全部不一樣 全部一樣嗎 它的那個勾芡更遠在 他們的米粉表面上 刷在那個表面 所以吃到的時候 可以吃到滿滿的 它的酸甜的香味道 比這個意面更明顯 所以吃起來是更有水分 米粉真的是幾乎它的湯 它真的是在你的嘴巴裡面 我覺得這樣剛剛好 對 你看它這樣的勾芡感 就回海中 對 我就覺得米粉這個很 比較像湯 吃起來比較像湯 很兇對不對 很兇 有 你把那個湯汁放到嘴巴 它會有點像是你一喊 它的那個湯汁瞬間 就全部在你嘴裡 然後你後面可以再慢慢去品嘗 你的米粉 剩下的那種餡條感 這很滑順 可是它配上這種 有胡椒味的蒜魚 它很像幫蒜魚多加了一層外皮 對 而且我覺得這裡面的洋蔥跟蒜 都是雖然是配角 但是沒辦法 我無法忽略它 對 不能忽略